他就想問2845 他說走勢上是否重拾升軌呢? 如果現在買油是否太遲呢? 那道理就跟共鋒、寧德時代的走勢是一樣的 升勢勢來很多 你現在先走去追 股價上是在破位的 你看155元這些位置都沒有跌穿 你去買就155元做止洩 但問題就是不化算 因為下一個阻力位 就是可能165元、170元左右 上網空間是10元左右 你說短線拼5元是的 但問題是現在市況的氣氛是一般的 你加上市況氣氛這件事 短線好像打指洩的機會會相對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先看定一點 這些是我們覺得OK的辦法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想想為什麼之前的低位不出手 高位又是追 問題就是你跟不足的師 那就用一些分鑄吸納的形式 如果你問低位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你分鑄吸納才買 我沒可能就算看好 都是突然叫你110元、115元 大大手購買 現在就賺50多個巴仙 這個是不正確的 但是相反地如果你真的有興趣一些事 暫時這個市況 任何部署都是一些股底行為 怎樣股底最安全 就是分鑄去買 但如果一注過的話 155元止洩 很肯定地暫時短期來說 大約在三個月內的時間 都不是一些很短炒 很容易玩的市況來的 特別現在升上來的時候 短炒的直播率就更加之低 所以要不就是分鑄吸納 要不就不要買東西 或者定好指示位155元 你真是很順利 它還可以炒上來的時候 看著寧德時代的走勢 暫時A股的走勢又真是比較硬 但155元穿了就要投降了 你又覺得如果真的比較長線 可不可以等到回10天線才買呢 回到10天線的位置我不相信 問題就是 或者是那句155元止洩 你錢買沒所謂 越低越好 但問題是你要轉身轉得快 有時候我們很多時候過一年這樣說 什麼位置止洩 有多少執行對有多少執行不到 或者是否你近期市買股票 如果你近期市買股票 暫時來說就不要這樣強勁告追 給點耐性 這些市況上越有耐性 你贏面越高 你強勁去追 很多時候怕大家轉身 這盒幾錢買和幾千止洩 一定是幾千止洩 是比較重要的 目標 就是買入價 意義不是太大 因為問題就是很多股票 包括GX電動車代 純粹跌了很多 開始反彈 輪圖都不是特別帥 相反地這些位置追 可能是一些關鍵阻力位 這就是直播率不吸引的其中一個原因